你为什么要水四瓶 嘿 欢迎回来 我是瞎丸 最近因为疫情 广州也开始带新了 原本我很多很多的计划都没办法去执行 所以挺无奈的 希望大家都能健康 因为最近一直在下雨 附近也没办法出行 所以来带大家逛一下广州的地标 你们知道广州为什么叫阳城吗 就是因为广州的地标有阳 可能有人已经注意到了 我最近开始了水视频 我最近开始每天都更新了一条视频 其实也并不是为了水视频 我这么做其实是有原因的 我以前就是因为想的太多 做的太少 很容易就变成眼高手低 想做的东西做不出来 我真心觉得憋大招这种事特别不适合我 我自己也没什么天赋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 是脚踏实体一步一个脚印 接受自己的不足 我希望每天通过这种方式来 逼着自己进步一点点 当然了我的更新也是有目标的 并不是漫无目的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来纠正我的发音 你可能无法想象一段一两分钟的旁白 我可能要在家倒腾一下午 就是反复不停的录 最后可能还是不太满意 我是一个特别没有语言天赋的人 所以每次说话 我的录好多遍才能算勉强通过 即便这样 还是有很多字 咬的不是特别准 这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教育资源 就是相对来说 肯定没有现在的好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语言课的老师 他自己本身的发音都不是特别准 然后上课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用方言来上的课 所以到现在已经很难去纠正了 但是我还是想努一把力 还有第二点就是 我现在配旁白的时候 朗读腔特别重 所以我想改掉 因为毕竟不是什么正式的节目 只是我记录一个深和日常 不用搞得那么正式 听起来就感觉特别作 所以我想尽量把它变成口语化一点 就是自然一点 就是贴近像平时说话这样的感觉 然后第二点就是练习 我对面对镜头的表达能力 可能你现在觉得 我现在讲话很顺畅 实际上都是剪掉了很多磕巴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量的练习 才能做到面对镜头 相对来说不那么紧张 不那么自然一点 第三点就是文案水平 这个主要是针对我录旁白的时候 写的文案 有时候真的 我自己看着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怎么说 因为到这种时候 就发现阅读量太少了 就会觉得自己持穷 然后就希望这段时间来 逼着自己来大量阅读 然后当然不可能短时间内就能提高自己的文案水平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得去做 因为你不做的话永远也不会提高 对吧 有一只小菊 小菊 第四个就是剪辑了 因为以前做长视频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效果吗 想做 但是因为赶时间就没有去做 那这是因为短视频 所以相对来说时间会比较充裕 我就想然后学习一下以前想做的一些效果 或者说去学一点东西吧 怎么说就是尝试不同的剪辑风格 或者说剪辑逻辑 或者说我的剪辑的工作流程 尽量把它去改善 或者说符合我自己的一个习惯 一个要求吧 所以你就看到了以上四点 我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水视频 我是带着有很强的目的和目标的 我没带吃的今天 当然这项日更挑战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因为这样会把自己搞得非常累 这样每天时间都会排得非常满 有时候半夜醒来还会记录下一些想法 这就会把自己搞得非常神经质 所以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了两个条件 就是一旦满足就会结束吧 一个就是满30天 然后就是广州栽星 可以自由的出去 因为你不给自己定规矩的话 人很容易泛滥 一旦泛滥 可能就会坚持不下去了 这段时间频繁更新 搅扰到大家首先说声抱歉 因为我确实会在今年晚些时候 会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内容 那现在算是提前准备吧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陪伴我一起成长 帮我指出我的问题 非常感谢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夏娃 我们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